过去我是在台北长大 直到这个大学毕业了 才来到北京创业 这个过程当中 我一直觉得 原来在台湾的时候 我就像是一个 金鱼缸里的一条鱼 来到了大陆 我才发现回到了大海 但别忘了 大海才是鱼该呆的地方 这个格局跟视野 还有天花板那个空间 完全不是一个量级 所以我希望 为什么说更多台湾青年 这也许不是你最终的选择 但你必须得来了解来看看 毕竟世界虽然很大 大家都想去看看 但你自己的家 你得先熟悉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